《笛子走天来》 顾名思义 《笛子走天来》 顾名思义 和笛子有关 这也是一个我觉得很浪漫的题材 因为很多事情 我知道每一种乐器 每一个人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但不知道为什么 对我自己来说 笛子确实有一种浪漫 一种幽怨的感觉 最主要都是戏剧和中乐的融合 尝试用一个灵活轻松的手法 来将一个关于曲目的介绍 又或者对于中乐的一些看法表露出来 笛声给我的触感 也是很有趣 好像一种记忆的提醒 因此很自然地想到一个故事 是关于一个失忆的故事 一个女主角 不知道什么原因 她失去了记忆 她凭着对某一个笛声 或者一个曲目的记忆 她就去周游列国 来寻找属于她记忆的那种笛声 或者一首曲目 去尝试找回她 失忆之前的一个身份 或者一段感情 今次我们就想再进一步了 就是直接捉了 浴仙一起来参与这个演出 会做演员的部分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新鲜的刺激感 无论对我们其他的演员来说也好 又或者对我自己的创作来说 其实都多了很多的可能性 很高兴 今次的合作 除了会和孙鹏指挥合作之外 还会负责演奏蕭的陈鸿燕老师 还有孙炳志老师 朱文昌老师 陈子玉老师 以及毛志廷老师 希望今次合作 我们能够一起做到一个 精彩的演出给大家